增加 居然 故馬 野生 忍盡的時候 邪惡 實力的 decomposition 你 怎麼防守 思去混亂的時候 存活 下來的時候 你要怎麼解脫 你的心 我早就看得一切而出 你的手 早就污染了邪惡 你的頭 劃著重痕心動 每次我 成星球 而勝利 勝利成功 歡迎收看尼亞斯的遊戲實況 我是尼亞斯 今天我們要實況的是 Minecraft的單人地圖 鳥龍生存 上一集我們挖到了一些地獄疙瘩 還有仙人掌 對 然後又達到了一套鐵裝 那這一集 我私底下雞是還沒有去注意啦 所以 有一些雞蛋可能 沒有生到 沒有拿到 所以還是沒有多一隻雞 還是只能吃胡蘿蔔啊 那目前來講有一些已經長出來了 我看一下我有沒有 然後沒有附魔稿之類的東西 就是幸運部分 好像真的沒有欸 有有有這個這個啦 想起來了 太久沒玩這個地圖了 OK 好 我看一下喔 這樣有四個 我們就先種在這裡啦 因為目前沒有地方種 先這樣子 然後地獄疙瘩 先收起來 這個東西收起來 對 我們還是需要幸運稿一下 我要收成作物 因為我有稍微掛機一下讓作物幾乎長出來了啦 對 所以這邊 欸 先收甜菜好了 收收收 然後最近又有寫一首新的片頭曲 欸 我今天錄影時間是5月9號啦 2016年5月9號 你們看到這部影片可能已經過了 半個月或一個月了吧 那至於為什麼要提前拍這個東西 我就不想再講 反正不重要啦 反正就是我需要時間休息 跟寫片頭曲或片尾曲 所以才會提前拍 然後 拍很多部這樣 然後慢慢上傳 慢慢發布啦 這樣 所以等於說 比如說 星期一 我拍了三部影片 那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的影片 都會 都會有 都已經有影片可以看了嘛 你們啊 你們的部分 那如果萬一我星期二突然感冒了 需要兩天時間休息 星期二 星期三休息 那我就不怕沒有影片給你們看了 有沒有 所以這個是提前準備的一個方法 大家可以學起來 就是如果 比如說你 呃 我想一下喔 比如說你要有一些 比如說暑假作業啦 或寒假作業啦 比如說放暑假了嘛 那然後 那你就想辦法看能不能 在暑假的前幾天 就把暑假作業寫完 然後到時候萬一比如說 如果是寒假啦 寒假的話就是提早寫完 因為到時候可能要過年嘛 然後可能會 一家團聚啊 吃飯啊 然後 可能會熬夜啊 玩遊戲啊 發紅包之類的 可能就沒有那個心思去寫功課了 你知道嗎 所以 我是建議你可以用我類似這種方式 提前把它寫完 提前把它做完 就是 寒假暑假作業那一類 類型 我知道有一些 觀眾可能會做什麼 欸一般的作業老師說不能提前寫 不然會怎樣 所以我現在才 就是 比喻那個 暑假寒假作業啦 嘿 那像是如果你們老師 不會說不能提前寫的話 其實都可以提前寫啊 啊我 其實我之前 國中的時候 我數學老師也是說不能提前寫 但是我還是想說提前寫啊 我會的我就先把它寫完 啊不會的就空著嘛 到時候 上課 再來就是 怎麼講 上課的時候再來看自己到底有沒有寫錯這樣 然後才可以加深印象啊 其實我覺得現在的教學 現在的教育有點太智識化 什麼是智識化 太過於 就是像機器人一樣的感覺 欸就是 一視同仁 雖然一視同仁是很好啦 但是有時候就是 需要一點不同的教育 比如說 你的功課 就是上完課寫 這很正常嘛 但是 有一些人比較聰明啊 他可能 他學習的方法比較不一樣 他一定要自己先寫過 然後等到上課的時候 上到之後 可能他已經 稍微抓到訣竅了 知道怎麼寫了 等到上課的時候 就可以再上一次那個 怎麼去解那個題目的方法 然後他就會加深印象 這樣的話他就可以不用再去死背一些公式 什麼之類的 有一些人的 那個讀書技巧就是這樣子 可是如果萬一是 不能提前寫的話 他反而就是 功課就會變爛這樣 像我就是這樣子啦 我如果提前 提前去 預習 去寫 寫了之後等到檢討啊 譬如說 上課的時候要寫那幾題的時候 然後老師公布答案 欸 然後順便再講解法 我就會加深印象 那如果我是 呃 上完課才寫的話 我反而會沒什麼印象 就是 就這樣 對啊 所以反而會比較沒有那麼多 那麼好的效果啦 學習效果存在 然後我的座物好多 我覺得我應該要再做個這樣 啊有啦 我這邊有 好幾個箱子 我看一下我有個地方 應該要放座物才對 完蛋了 我覺得我這個房間 好像快沒有位置放了 座物啊 我覺得我座物的箱子 放在這裡好了 因為畢竟是農田區嘛 放在這裡 這裡好了 好不好 這裡應該不錯 然後把座物拿過來 那我幸運稿也放這裡好了 因為到時候收座物需要用到 除非挖一些礦物 有需要再帶過去啦 我先把座物 種子啊 小麥啊 南瓜 花花草草樹樹 應該不用啦 地獄疙瘩 這個這個 就是農座物的部分 這個 這個也丟好了 那應該就節省很多空間了吧 嗯 我看一下 檢查一下 應該OK啦 追進去吧 好 順便收一下這個好了 就是仙人掌 收仙人掌其實蠻麻煩的 OK 然後這個我有點懶得去 再 那個就是 蓋 蓋那個多餘的 欸我今天講話一直卡卡 蓋那個多餘的護覽啦 那以後再說啦 現在有點懶 最近幾天都蠻懶的 懶賽 OK 我記得 眾仙人掌可以賺錢啦 拿去賣 那集多一點再拿去賣 現在只有24個啦 我們把小麥種子 種子先放前面 好 然後再來 南瓜 胡蘿蔔 胡蘿蔔 我覺得帶一組過去賣 小麥先留著 那這個 這個 這個甜菜還沒有很多 這個先留著 OK 那就先這樣 那我們拿去賣 賣完之後睡個覺應該就可以早上了 那我們這一集 呃 再去刷一下那個鐵裝好了 因為我覺得 鐵裝如果不刷多一點啦 其實 很容易壞啊 因為 雖然這裡面有鐵針啦 但是我們的鐵錠還沒辦法量產 錢還不夠多 賺得不夠快 我們需要一個速成賺錢法 目前還沒有找到 像種農作物其實蠻慢的 除非我要蓋一大片種農作物的地啦 那個反而會更花時間 剛開始 所以我再找 看有沒有更快的方式 除了刷怪 還有刷農作物的方式之外 喔 十個換 一塊錢嗎 這樣可以換六塊 欸 我好像換錯了 好吧 再換一點好了 這樣子 九塊錢 OK 這樣我們有 三十八個胡蘿蔔可以吃 欸要早上了也不用睡了 然後 欸有蘋果耶 蘋果 蘋果好吃 而且蘋果也可以換錢對不對 是在這裡換嗎 還是 好像另外一個NPC吧 好像可以換很多錢 好吧這裡好像沒有 欸有有有 喔五個蘋果六十塊 阿 我的 記憶力 沒有衰退 很好 十五塊錢換一隻雞啦 嗯 要再換一隻嗎 不要好了 有樹苗掉下來了嗎 還沒 他說我覺得1.9的玩法 其實有一點 已經跟原版的Minecraft不太一樣了 就是 光攻擊的部分 但是又有點 創意的感覺 就是 感覺有點融合RPG的感覺 就像我之前有講過就是這個揮刀 它有那個咻的聲音 跟那個 半月形的感覺 那個 有點RPG的感覺 呵呵 不然讓我覺得欸好像還不錯這樣 不過 玩起來就跟 之前1.8的 版本就不太一樣的玩法 感覺就不一樣了 欸為什麼你每顆雞蛋都不會生雞啊 然後 地獄格拉先 稍後再 零啦 蘋果收進去 錢已經28塊了 好我們再去換一隻雞好了啦 真的是 這樣太慢了 我們順便去拿一下種子 兩個種子 然後 那個 養出多餘的雞來 讓我們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肉就會變多了 不過這時候就需要很多的木炭 來燒烤土雞肉 啊不 不是烤土雞肉 永恆國度玩太迷了 永恆國度有一個那個 欸不對 我還沒有買雞 永恆國度有一個 補品啊 補血的 食物叫做烤土雞肉 他10秒可以補60HP 我之前在量產那個烤土雞肉 然後去就是賣 可以對新手蠻有用的啊 因為新手剛在10年頂多只能做麵包 麵包可能是10秒回50滴吧 然後 餅乾是5秒回50滴 但是餅乾要升級那個農場才可以做 所以 初期新手可能都沒有辦法做 所以我就大量賣那個烤土雞肉這樣 呵呵 那時候做烤土雞肉至少有做個 二三十組左右啊 二三十組 所以蠻 蠻中毒的 我就想說 欸我們可以吃個烤土雞肉 不對這不是土雞 這是一般的雞而已 這是賣一塊原版 不是永恆國度伺服器 已經玩到中毒了 呵呵 有時候玩太迷就是會有產生這種狀況 有了我們有兩隻雞蛋 呵呵 OK 餵一下 啊對 我忘了把那個 欸那個叫什麼 攻擊顯示器還有粒子密度 調出來 生雞了嗎 有了有了 生一隻雞了 OK 這樣我們有三隻了 就可以量產 好 那我們這一集就是現在去刷一些 鐵裝吧 我看一下鐵裝還有沒有一套 欸是有 欸等一下 或許我們可以用鐵裝把它合在一起 我們這樣 我們看能不能先用這樣子的方式把它合成 應該是不行 它應該會變一般的鐵裝 對 我就知道 那我們用鐵氈好了 雖然等級不太夠 啊 那我們再去刷一點殭屍好了 鐵氈我記得在左邊那邊有 不知道那個會不會壞掉欸 我猜作者應該也是用原版的鐵氈 它應該沒有修正過 因為 我之前好像在某一張地圖 我忘記是哪一張地圖 它那個鐵氈啊 是完全不會壞的 就是你可以修理道具 但是永遠不會壞 我不知道為什麼 它怎麼調的我不知道 對啊 然後這邊是礦工嘛 可以買 礦物 看一下喔 1塊錢可以買5個鐵錠欸 其實蠻便宜的 不過 算了 我們先來修理這些鐵裝吧 這邊有三個鐵針 蠻好用的 那要10 喔10等喔 好貴喔 天啊 這邊要10等 修好了修好了 不過我們已經沒等級了 先穿上去吧 我們去刷一點怪 然後賺點那個經驗值 我們往那個有鐵裝的殭屍在哪裡 我想一下 右邊嗎 有點忘記地形了 真希望做一張地圖 不過我們現在沒有皮革 欸等一下 地圖應該不用皮革 地圖要紅石鐵錠 因為要先做羅盤嘛 紅石鐵錠 然後 呃 再需要紙張 欸那應該就可以了 那我們現在應該是可以做 欸等一下我們有紅石嗎 好像沒有 所以應該是不行 要有紅石才可以啊 然後來看一下這邊 是 等一下 也是賣 喔 喔甘蔗啦 我們目前還沒有甘蔗 仙人掌30個 賣箭矢跟追擊之劍 這個是1.9更新的 然後這個強化石 喔這個還沒有啦 我們先來收一下那個仙人掌 奧奧奧奧奧奧 吃到了 OK 先收在身上 然後我們先過去吧 啊在那裡啦 對啦 是走這條路沒有錯 然後我們這個地方是 沒有找到任何 那個 箱子的 有點慘 欸 喔不是這裡啦 走錯了走錯了 這是上次有那個箱子 然後 有石鷹的 這石鷹其實就拿來裝飾了 也沒什麼用 看一下這邊 喔這邊我還沒有金 我還沒有下去過 含冰短刀 短刃 用裝備 改造 改造 改造石 這裡我都還沒有拿到 阿大地之福有啦 但是我沒有這個裝備改造石 欸 喔沒事 我不知道裝備改造石傳說集要去哪裡買 目前沒有看到 我只有看到原版的那 不是原版啦 那個另外那邊的村民只有賣一般的 就是沒有到傳說集 所以殭屍不在這裡 有機心又變差了 那我們走回去吧 那邊 阿 欸 是這裡嗎 是這一隻嗎 等一下 阿 對啦是這邊啦 這邊是刷鐵裝的部分啦 然後 另外一邊是刷那個有雪地的部分 是刷那個 寒冰短刀的地方 我們把火把打掉 終於變好暗 來吧 生嗎 欸 對啊普通阿 為什麼沒生 欸 他會生嗎 我先裝盾牌好了 預備不死之虛 欸 欸 你怎麼沒生啊 照理講不是要生怪了嗎 蛤 蛤 沒生耶 他沒有生怪耶 欸好奇怪啊 是需要拿石頭遮住他嗎 這樣嗎 這樣 是這樣嗎 是這樣嗎 欸 沒有生耶 蛤 蛤 蛤 那我們晚上再過來好了 先把火把插上去 然後晚上再過來 OK 掰掰 晚上再過來喲 他盾牌可以拿下來 應該沒有危險 那我們晚一點再刷這個鐵裝好了 那先回去好了 然後 然後 欸 多餘的先放身上 那我們現在的時間 啊 我忘記挖石頭了說 所以我現在沒有石頭可以搭去 新的地方 那我們今天就 農場人生吧 還是要看我挖一整集的石頭 應該是不要啦 我們今天就農場人生好了 就這麼決定了 農場人生 牧場農場人生 欸 就沒有什麼東西可以 可以走啊 因為石頭不夠啊 那我覺得我應該要 啊對齁 那這樣的話我也不行啊 因為我還需要擴大一個地方 是種樹的 嗯 可是現在沒有 沒有種樹的區域 欸等一下這個丟進去 我想一下我們應該去買個 鐵錠嗎 那是煤 煤 這現在收進去啦 然後盾牌好多喔 這邊有一些 特殊的東西 但是目前還沒有用到 鐵錠有三個 欸 為什麼鐵錠會放三個在這裡 應該放在這裡 頭顱沒有用 箭矢 大地之斧 然後寒冰短刃 這個有掠奪 可以升級 但是我們沒有那個 升級的雙甲石這樣 我看到他們還不 應該可以升了吧 不過我先把第一個 大家給 對齁 我那個在 對面 那我們這集要幹嘛 完全沒事做啦 有啦 我們是有很多木頭啦 那我們需要一個種樹區 那我再挖點石頭好了 然後這斧頭丟掉好了 因為已經快壞了 我們來 再做個新的石斧這樣 然後今天我去Seven 買了一罐新的飲料 這個飲料 先講這不是工商啊 這其實純粹的要生活日常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些觀眾會覺得說 欸 比如說我在介紹一些 我覺得很好吃的泡麵啊 或是什麼 吃的食品之類 他就會以為我在工商 以為我在 就是 介紹 廠商我也說 沒有那個其實都只是日常生活 如果工商我會講出來 好嗎 那都是日常生活的一些 所需 我覺得 欸不錯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有興趣可以試試看 這樣 我很喜歡分享一些我 生活上的一些 心情 點滴這樣 也因此啊 我常常會太過情緒化 比如說有一些 比如說 其實有一些事情 小事其實我就很容易生氣 但是 如果你們站在我的立場想的話 你們也會覺得其實很生氣 因為那是我的地雷 你知道嗎 我很care的點 我很在意的點 如果你故意去觸犯啊 或者是 已經 我已經明講說不要再講了 你還過於去講的話 其實就很容易暴怒啊 這是很正常的現象 這不是EQD什麼之類 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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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玻璃心什麼 這其實跟玻璃心不一樣 我發現很多人其實會誤解 玻璃心的意思 對啊 欸 雞蛋 其實玻璃心 玻璃心喔 他有沒有想過什麼是玻璃心 就是一點點小事你也會生氣 但是重點是這個小事情 對你來說重不重要 如果重要 其實我 對我來講 我並不是玻璃心啊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比如說 有一些人會去虧別國怎麼樣 很爛怎麼樣 然後別國就會生氣 這很正常啊 你 你反過來想嘛 如果突然有一堆人 一直批評你國家不好 你的土地不好 你 你們這些人不好 你會不會生氣 一定也會吧 所以我覺得這其實還好啊 對不對 我不是要幫別國 或是別的人講話什麼之類的 欸 我只是覺得 這 作為人的話 你如果反過來想 如果你今天被這樣對待 你會不會不爽 如果會 那很正常啊 對不對 對啊 如果不會 我覺得你有點不正常 可能你的那個 心太堅強了 不對 不對 應該說 喪心病狂 心太過強大 所以喪心病狂 然後我現在不知道要幹嘛 不然沒事做 我應該要繼續挖石頭才對啊 啊 對晚上 晚上我們要去挖 去砍那個 那個 那個叫什麼 鐵樁啊 然後我們要合成 就是 滿 滿的那個耐久度啦 不過我們也可以在 附近的那個殭屍那邊刷齁 我們只要刷經驗值就可以了 趁現在挖點石頭 欸 喔對喔 我的斧頭還沒有做 再做一把吧 然後我們也是需要賺點錢 然後去買 那個 多餘的鐵錠 然後做鐵製的工具啊 不然這樣沒 這樣太慢了 石製的雖然耐用 而且材料無限 但是太慢了 OK應該差不多晚上了 我們可以去刷點 殭屍了 我們先從 我們家附近的那個 那邊來刷齁 吃食物 其實我真的覺得 胡蘿蔔是Minecraft裡面 最 最 最方便 飽食度也補 比較多一點的 作物 也許有人會說 啊 什麼 那個叫什麼動動啊 南瓜派啊 或是 蛋糕啊 補的比較多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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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類的 但是 等一下我先把這個打掉 好暗喔 放一個好 但是你要想喔 蛋糕它一次 放在你的 那個背包 它只佔 它就 一個就佔一格了 它沒有辦法堆疊 那 我們再來想 馬鈴薯 馬鈴薯如果要補 多餘的飽食度 它需要烤 需要木炭或煤炭 這樣更麻煩 那我們再想 小麥 小麥需要種三個 才能合成一個麵包 才能開始補飽食度 也很慢 那胡蘿蔔你想 欸 種下去 長出來 一次就噴兩三個 有沒有 那我們就可以補啦 兩三個 大概都補多少 好像2.5個 1.5個吧 其實就蠻夠的 至少 比餅乾多很多了 像餅乾 還有那個 可可兜 等一下 我的鼻子好癢 這樣打分替 等一下 等一下 喔 好癢喔 如果我剛剛 打分替的話 我可能就被抓死了 我現在 因為尼亞斯 我已經21歲了 然後我有一台摩托車 我之前啊 因為我是一個 就是 過敏啊 很容易過敏 對空氣過敏 還是冷熱過敏 哇 應該是對冷熱過敏啊 有時候天氣變化太大 我就會一直想打噴嚏 然後 如果我在騎摩托車啊 其實我就會做一件事情 如果我想打噴嚏 一有一點感覺 我就會先找路邊停 反正就是 安全為優先啦 就是 路邊 找的地方停 停下來 暫停一下 紅線也沒有關係 因為你只是暫停個幾秒鐘那還好 停下來然後 趕快讓我自己 把噴嚏打完 或是 冷靜一下這樣 看會不會 噴嚏會不會繼續打輸軟 這樣 如果沒有了 再上路這樣 因為像前幾天啊 5月9號 前幾天 我看到一則新聞 有人說他咳嗽啊 邊咳嗽邊騎摩托車 結果就出車禍 這樣 對啊 不過在這個新聞之前 我就一直有這種習慣 就是 想要打噴嚏就停下來這樣 因為 有時候為了 避免一些意外啊 比如說你在中間打個噴嚏 然後你突然身體晃動 然後你就出車禍了 這不是很危險嗎 對不對 所以當然是要停車啊 如果 如果 貪圖方便 然後在邊騎車的時候 邊打噴嚏 好啦 講實在的 如果我沒有受輕傷 但我也怕人家受到傷害啊 比如說我一轉一下 然後人家撞上我 然後 我沒有受傷 可能人家就出車或受傷 這樣也不好啊 所以 有時候你做一件事情 你不只要想到你自己 你要想到別人很痛啊 這是作為一個人的禮貌 好 很多小屁孩都想說 我想怎樣就怎樣啊 對不對 我爽啊 改車啊 改很大聲啊 我聽起來很爽啊 很酷啊 很帥啊 女生都喜歡啊 什麼blahblahblah的 對啦 也許女生會喜歡 沒有錯啦 但是 造成很多人的困擾 所以人家會很厭惡你 並不會尊敬你 或是覺得你很強大 什麼之類的 大部分的人 可能會覺得 阿你就是個小屁孩成親 只是他們不會說出來 因為懶得跟你說啊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啊 有時候你做一些事情 你不只要想到你自己 你要想到大家 對啊 想到你自己 自私一點沒有錯 但是 你的自私要 在於 就是 不要影響到大家嘛 在9等 合成一套裝備 好像要10等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能要刷到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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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到20等才行 嚇到我了 天啊 我們把這個木劍丟掉啦 因為木劍沒什麼用 然後 我們先把 這個 放回去了 我們要去刷那個鐵樁好了 嗨 去刷鐵樁 往這個方向走 喔 這樣還會生喔 我把所有的那個南瓜燈都放上去 太強了吧 這個 生殖能力太強 生產能力太強 如果鐵定可以像這樣生的話就好 像之前玩那個 熱土生存2 它那個生怪磚 有掉鐵定跟錢幣的啦 哇 真的是太太太厲害了 我個人 由衷的敬佩啊 我們往這邊走吧 欸 走上去啊 然後這個盾牌是無法破壞的嗎 我就覺得還蠻好用的 因為它無限耐久嘛 我們現在就是去那個 這裡啦 這裡啦 這裡 晚上怎麼會生了吧 不要告訴我晚上也不會生喔 那就太離譜了 欸有了 嗚 它生下去了 這是怎麼回事 它居然掉下去了 有了有了有了 有一隻了 有一隻了 來吧來吧 欸來啦 欸 喂 呦 然後我沒有帶掠奪劍啦 先用這把劍砍吧 等一下再去刷點掠奪劍 我來一下 欸 拿一下 放上去 嘿嘿 好險 哇兩隻欸 這邊早上來會比較安全 但是生怪會生很慢 剛剛就幾乎沒有生了 死了 後面越生越多欸 他這個會不會生到一定量 就停止生產啦 感覺好像不會對不對 欸我沒有見識 嘖 有點慘 來了來了 他們來了 呵呵 如果有在玩一款線上的遊戲 就知道我在講什麼 我這個哏是什麼 不過我真的覺得那個遊戲 真的太多屁孩了 之前我有PO過一篇文 然後結果就被那個遊戲的人說 欸你等於在罵我 我覺得幹嘛對號入座 你不是屁孩就不是啊對不對 但是有一些屁孩就真的 他行為 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欸他想幹嘛就幹嘛 然後不顧慮別人的感情這樣 然後 拍外掛啦 什麼之類的 這不就剛好證明 那個遊戲很多屁孩嗎 如果你要自認為你是 那一堆很多屁孩之中的一個 那我也沒有辦法 對不對 啊如果你認為你不是 那就不是吧 有一些人就是很喜歡自己的 過來對號入座 明明不是在講他 結果他就喜歡 跑過來說 欸你怎麼在講我 所以我有時候也覺得 喔 我有時候也覺得蠻奇怪的這樣 對啊明明沒有在講他 欸他就會覺得我在講他這樣 這個太恐怖了吧 這個生產能力 生在我旁邊欸 我覺得不行 我覺得我一定要圍個石頭這樣 讓我不要摔下去 欸等一下我這樣會不會他更容易生產 好像有可能齁 等等我先把這邊殺完好了 有啦 去引誘一下這些殭屍 引過來 來啊來啊來啊來喔來喔 好吃的人肉在這裡喔 引來兩隻而已 還有兩隻在後面 如果minecraft未來可以改成就是 這種裝備 鐵裝 可以分解成鐵錠阿 做一個 就是一個類似分解器之類的 我會覺得蠻酷的 會更方便啦 不過 這樣難易度就縮減很多了 反而就很簡單 就可以弄到鐵錠阿 就是你只要刷 一直刷有鐵裝的怪物 其實你就可以拿到很多鐵錠 好我們現在已經刷了 一個晚上欸 欸其實我 第一次覺得晚上這麼快度過了 就minecraft的晚上了 走吧 欸他們又要過來了 那把這批刷完了 其實有時候不一定要等到它那個 樹值滿 就是那個冷卻值滿 你就可以慢慢刷了 不要太快 但是幾乎快滿的時候再刷就好 再砍了 不是再刷 哇這血好多喔 有了我們快20等了 可以再合成一整套的鐵裝 欸 砍不到 它好像一定要對著怪物砍 你不能對著中間砍 所以呢這個有點 真的有點RPG的感覺 因為之前minecraft 你不管是對哪裡砍 你比如說你對這旁邊砍 只要有接近它就可以了 欸 它怎麼跑掉啊 好吧你跑掉那我就 走囉 掰掰 吃一下食物阿 然後這裡下的蜘蛛我已經不想再去刷它了 我超討厭這邊的蜘蛛 害我之前死了好多遍 哇這樣就刷到51個斧肉欸 好快喔 然後這個盾牌阿 太多了 太多了丟掉了 沒有用 太多的沒有用 這也不能拿去賣阿 對不對 丟掉了 這地圖如果雙人玩的話 其實會比較快一點 一個人挖石頭 一個人去刷怪 然後 對 那挖石頭挖累了 就去收作物這樣 然後 刷怪刷累了 就回到 那個 重生點那裡 然後拿東西去賣這樣子 反正刷怪的就是 出外奔走阿 挖石頭的就是農場生活 還有挖石頭生活阿 這樣分工合作會快一點 但是 我覺得 其實跟人和拍喔 需要 需要 需要怎麼講阿 需要溝通很多事情 比如說要約時間 然後可能你一個下午 四個小時好了 頂多拍幾集 我們算三十分鐘一集好了 四個小時多少 幾分鐘 四六四 兩百四十分鐘嘛 除以三十餒多少 八嘛 對八集而已 頂多只能拍八集 那這個系列我拍八集就結束嗎 目前應該沒有吧 我應該已經拍到十幾集了 所以 這樣子的話我們就要分好幾天 要一直約時間 這樣子的話反而 就沒辦法定期更新了 這就是缺點之一 所以為什麼我常常喜歡單人拍 就是這個原因 就是為了阿 就是 可以讓你們定期有影片看 每一天都有影片看 不要說 欸斷斷續續都沒有影片看 這樣反而會覺得 我了解觀眾會覺得 欸 今天突然沒有影片了 期待落空的那種感覺 因為我也有當過觀眾阿 我也有追過一些實況主 我在還沒有拍實況之前阿 我有追過一些實況主阿 至於名字就不講了 因為我怕到時候有觀眾不懂我的台規 然後就開始講了 欸 其他實況主的名字這樣 這個 我這邊就是 不要講到其他實況主的名字阿 拜託 給一點基本的人喔 對阿 這樣感覺有點像 半打打廣告的感覺 那些知名很知名的實況主 我知道阿 你就不用跟我講 認識不認識的 認識不認識喔 有一些觀眾會覺得說 欸 你就不認識某某XXX實況主阿 就很知名的那些 我 我 我會跟你講 不認識這樣 什麼叫說認識 我其實覺得很多的 年紀小的小朋友阿 你們 呃 已經搞錯認識的定義 你們所謂的認識是什麼認識 認識是指 欸 欸 比如說妮雅斯好了 比如說我現在是一個 觀眾 然後我沒有見過妮雅斯本人 沒有跟妮雅斯聊過天 頂多留言的時候妮雅斯有回過我而已 然後 大家就問我認不認識 我當然說不認識阿 我只聽過他 我知道這個人 但是我不認識他 所謂的認識就是朋友 比較偏向已經是朋友的感覺 這個叫做認識 那 連朋友都不是 只是 欸 留言 欸 講過幾句話叫做認識嘛 其實我個人覺得不是阿 我個人覺得就只是 欸 知道這個人這樣 所以認不認識很重要嗎 我覺得不重要阿 我覺得並不重要 對不對 那我認識的實況主 認識 我自己的定義的認識阿 如果你們想知道我認識哪些實況主 就到我的頻道 然後你 比如說你們現在在看我的影片阿 你直接點我影片下方 有妮雅斯三個字嘛 那個 點他之後就會出現在首頁吧 首頁那邊會有一個頻道可以選擇 就是我的首頁那邊會有一個選 可以選擇我這邊的頻道 點進去你就會看到我有一些訂閱其他實況主 那些實況主才是我認識的實況主 其他就不認識這樣 我沒有PO在那邊就是不認識 欸 這樣懂了嗎 很好理解吧 我們現在有三隻雞 喔 出現新的一隻雞了 喂 欸 這怎麼搞的阿 這隻雞 這隻雞 這隻雞淘家啦 我再拿兩個那個 那個種子阿 種子要不夠了 之前丟太多種子 我看要錄幾分鐘了 32分鐘有點久了 好啦 這一集有點農場生活跟刷怪生活 那邊有點無聊 下一集應該就可以就是 到處逛這樣 進來阿 太好了 OK 來吧來吧 再生一隻小雞 那我們終於有作物了 不是作物啦 食物了 那我們下一集預計阿 找個地方去弄一個 一大片的種樹區 對 專屬的種樹區 不要說那個小地方 那個小地方其實太 太小了 對啊 那頂多只能種一兩棵樹 而且還可能種出去 可能還種不出來這樣 所以目前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 先去合成我的裝備 來來來 我把多餘的東西先做進去 這個 這個這個 其他的 好 去合成一下裝備吧 來囉 看一下喔 頭盔需要合成 衣服應該不用啦 因為衣服已經 耐久度這麼高了 因為衣服已經 我們主要合成成 綠色的顏色的耐久汁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做個結束這樣子 OK 簡單沒有 無聊阿 開請見諒 因為 其實我跟大家講啦 跟大家就是 可能有一些年紀小的觀眾 來聽一下 這邊有一個 米亞斯課程 就是 人生 或是故事 或是動漫 不管是卡通阿 電影阿 動漫阿 都是高潮疊起 什麼是高潮疊起 它是一個成語 就是 總有一些比較 讓人覺得很熱血 很 很 很 怎麼講 看得很過癮的地方 但是過癮之後呢 它總需要一點 比較 溫和的感覺 你懂我意思嗎 不懂 反正就是說 電影中阿 動畫中阿 或是 實況影片中 都有一些比較 欸 笑點很高很好笑的地方 但是也有一些比較 無聊的地方 枯燥乏味的地方 一定都會的 哇這要14等欸 好高喔 天阿 合成不完了 鞋子 阿鞋子有比較高的啦 欸 這個 我第一次覺得 這張地圖的等級 這麼重要阿 以前覺得 欸等級其實還好嘛 這張地圖 感覺等級沒什麼用阿 對不對 就買東西而已阿 嘿阿 結果修理東西 等級好 號好高阿 真的是太 太累了 快修理一個就要10等以上阿 累 那我們回去吧 把東西放一放 然後我可能這一集之後 十幾下再找時間掛機 跟挖石頭阿 上一集忘記 太懶了 最近變懶散 因為在做新的片頭曲的動畫阿 有點懶 有點累 都會這樣子吧 有時候你們寫一寫功課也會覺得累吧 對不對 有時候啦 哇鞋子好像過多了耶 這一次的 我把一些耐久度比較高的留著 其他的就不要了 像這個耐久度太低了 把其他丟掉了 把其他丟掉了 丟掉 丟掉 彈雕 那有時候按Q可以丟阿 還真的還蠻快的嘛 之前一直有人空島生成功的講說 這樣子然後按Q就可以丟出去 其實這蠻方便的 一直沒有記起來 好啦 那我們這一集的實況 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阿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有一個重點 我要拿那個掠奪刀在身上啦 不然都沒有作餘的那個 掉落物這樣 好啦 那我們這一集的實況就到這裡結束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個喜歡吃訂閱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個喜歡吃訂閱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個喜歡吃訂閱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的影片 很有興趣 想要支持我一下的話 歡迎幫我影片從可六個龍到不要六個龍 這個免費贊助喔 那我們這一集的實況就到這裡結束囉 我們下一集的實況再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我們下集團 我們下集團 就像電視偶像劇 帶支援 失敗 失敗 我沒有勇氣 轉身離去 但是我沒有思緒 突然一個声音 把我偷偷敲醒 快點醒來 在梦想继续 我爱你 谢谢你 把我痛苦带离去 你就是我救星 不可以再离去天空下雨 我有你荡雨 青山青雨 我有你相信 永不分离 你就是最亮那颗心 永远不离去 天空突然下起雨 我奔跑跌倒 就像电视偶像剧 失败 我没有勇气 转身离去 但是我没有思续 突然一个声音 把我偷偷敲醒 快点醒来 梦想继续 我爱你 谢谢你 把我痛苦带离去 你就是我救星 你就是我救星 不可以再离去天空下雨 我有你荡雨 青山青雨 我有你相信 永不分离 你就是最亮那颗心 我爱你 谢谢你 我爱你 谢谢你 把我痛苦带离去 我爱你 谢谢你 把我痛苦带离去 你就是我救星 你就是我救星 不可以再离去天空下雨 我有你荡雨 青山青雨 我有你相信 永不分离 你就是最亮那颗心 我的内心 我爱你 先喝酒 你是不是 我爱你 我爱你 我们走明天澎尔 我爱你 我爱你 的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 你别让你的爱